好各位同学我们来看106学年阅读测验第49到第52题的题主 我们来看这个文章的阅读技巧 首先呢我们要来说明一下 像这样子一篇文章 有点像是一个自传的写法 描述一个人的生平 所以他用的是用time order的方式 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描述这个人的一生 所以是从什么 from birth to death 从生到死 当然这是我们说正书的说法 也可以用倒数的说法 从他死再往前推也可以 另外呢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到了 像写这样子的一个自传写法 一定会把这个人的一个重要的成就 有一段特别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写的这样子写自传的 通常都是一个比较著名的人物 他有特别的贡献的 所以会有一段专门来写他的这个成就 另外呢就是像这样子的文字 我们常会有很多的时间附词 来把这个不同的这个事情 发生的事情把它贯穿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到这些连贯全文的这些 使用的时间附词 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 他有born and raised in Boston 刚开始出生的长大的时候 soon 他后来就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呢 then这个是经常会用得到的 later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又有什么事情出现了 before after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 有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又有什么事情 in 1883 在1883年又发生了什么事 from the late 1850s until his death in 1910 所以从他出生 到他走过世 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时间附词 所以如果同学看到这一类的文章 特别要注意到他所使用的时间附词 他的现后秩序 用这个时间附词 我们就可以把重要的一些要点抓起来 就容易 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内容记住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 他是怎么样写的 我们看一下第一段里面 他的第一句 Winster Homer is regarded by many as the greatest American painter of the 19th century 这个句子就等于说把整篇文章定位了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句子 他说一开始就把人民告诉你了 他什么时候出生 什么时候过世 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什么 是在美国19世纪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画家 所以已经这个句子里面的 好多的information都出来了 那我们就知道说 讲完之后呢 后面一定要开始写他的一个生平 他是在什么时候出生长大 他的一些画画的一些经验 跟他最后的一个成就 后面呢 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了 我们看 born and raised in Boston in 1836 他先出生长大 然后呢 At age 18 he began his career as a printing apprentice 18岁的时候开始做 印刷的一个学徒 He soon made a name making illustrations 后来很快 就来怎么样 就因为他的插画画得好 而出名了 所以我们看出来 这几个时间的点 他就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写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第二段 也是一样 He then moved to New York City where he worked as a freelance illustrator 然后呢 这边提到了 again painting 所以看得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 他开始画画了 因为之前他是做什么 做印刷的学徒 做印刷的 那现在他开始真正做画家了 开始画画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他特别提出来 然后later 他又先画些什么东西 画这个总统的就职典礼 后来又画这个内战 然后两年之后呢 I returned to America 最后呢 Settled in Maine in 1883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他的时间点 第一个 他先是搬到纽约 做一个什么 就是烂箭记仇的插画家 开始画画了 后来呢 他搬到英国去了 然后两年之后呢 又回到美国 最后呢 他是Settled Permanently 永久的定居在哪里 在缅因州 在1883年 我们看得出来 这个都是什么 有时间的 有时间点的 好 我们再看第三段 第三段呢 他的这个意思就不太一样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讲的什么呢 这一段最主要是讲说 Winslow Homer's Work 他的艺术的这些作品 这一段主要在讲 艺术作品 那他分几个层面来讲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 萌idea 那他的作品的特色是什么呢 Thoughtful expression 第二个呢 Independence from conventions 就是他的很有思想的表达 另外呢 他可以脱离的传统的 他不是要follow 跟别人一样 走一样的路的 同时呢 讲到他画的 不同的种类的画 他画的都画得很好 包括是怎么样 插画 油画 跟什么 水彩画 那然后下面呢 讲到他画画的主题了 很多的 他的很多的作品呢 是主要在画什么呢 画19世纪 美国人的一些生活 另外他还有一些 画一些其他的 是比较universal things 是画的是大自然的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这一段里面 主要是在讲什么 讲他的 画的一些 跟画有关的 这三个方面 他的画的特色 他画的是哪一些种类的画 还有他画的主题是些什么 所以这里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 就是这个第一句里面 第一句就讲到说他有很多的作品出来 然后呢 开始讲到说 他的画的特色 还有他的画不同种类的画 最后呢 他画的主题是些什么 好我们再看第四段里面 好在讲什么 这个句子开始会让你吓一跳 说奇怪 我们明明在讲这个人的一声 那结尾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结论了 但突然这个 这个句子出来了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比较特别的句子出来之后 你要特别小心一下 就是他表示说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主要是在介绍 是一个展览的介绍 好 所以我们看第一句 跟最后一句 最主要都是在讲什么 就是讲 介绍 Winslow Homer 他的画 他的画的范围很广 所以他这个 这个exhibition highlights his art 这个展览呢 把他的一些画的一些特色 就是他的画的这个主题很广泛 然后呢 Viewers也可以去怎么样 看这个展览 能够去appreciate他的画 所以在最后一段 等于把这一点去强调了 当然呢 他也顺便就是提到了一些 他画的一些主题在这里 就把它稍微列在这里了 所以我们看得到 这篇文章的这个结构 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 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的 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的 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的